來賓 那很高興今天有機會在這邊跟大家分享 我今天所帶來的主題 那今天我所帶來的這個主題呢 是數據宣覺、AI應用、明文化、管理、績效跟擴大 那我們都知道說現在這個時代是AI的時代 那有很多人都不太清楚說AI到底可以做什麼 以及為什麼AI可以做到這些事情 那所以呢我們今天就用這個主題來跟大家分享 那也藉著今天這個展覽的會場 是跟聯手加盟也是餐廳有關係的這個場合 我們來著重來談一下這塊的運動 那首先先介紹一下我自己 我本身是服務於一新資訊股客有限公司技術副總 那我同時也是加斯達的智慧領受方案的部分專家 那我本身畢業於中東大學資訊科學所得的碩士 那我平常呢也會針對一些軟體技術啊商業行銷來當的一些講師 那我們公司呢它現在目前最主要的一些營業的範圍呢 就是包括全通路的點餐 像Pose啊平板Keyask等等的這些產品 包括智慧主管KDS的部分 那加持型的管理像總部與DRU的整合等等 還有IoT的應用 包括數據分析像監測啊數位恐報機 還有包括整個社群的串接 那我們目前呢是跨逐台灣大陸港澳 東南亞日本和加拿大市場 那我們同時呢也是加入了這個拍檔科技 成為民機加斯塔吉下這個有整個劍隊的應用 好那首先呢我們進入我們今天的主題 那我們要談AI這件事情啊 首先一定要先談一件事就是說 那AI的能力到底是怎麼來的 那其實呢它的答案是非常簡單的 也就是數據 如果沒有數據的話 基本上AI它是沒有辦法發揮它的怎麼樣 它的能力 那我們就來探討一下 那麼數據是怎麼樣去驅動這個智慧領獸 首先我們先帶大家來看一下 這個零售業的這個變遷跟發展 那從傳統的零售到智慧的零售 它整體的發展是這樣子 從傳統的百貨商店到大型的集市 到購物中心到線上購物 到前一陣子蠻流行的叫新零售 到最近呢最新的趨勢是智慧零售 一直發展到現在 而且這個它的那個間隔的話 是越來越短 越來越短 以前呢可能你是兩三年聽到一個概念 後來一兩年 後來半年 現在是每三個月有一個新的概念出來 所以整個的發展的趨勢 是越來越快越的趨勢 那整個智慧零售它的價值鏈呢 跟一般的態度一樣 這是現在的一個一般的價值鏈 就是從供應鏈到供應鏈的後端到前端 生產研發到批發銷售到消費者的手上 對不對 那我們怎麼樣來做智慧零售 智慧零售基本上就是怎樣 逆推的一個逆向生產的一個過程 那為什麼可以逆向生產呢 就是因為我們在整個供銷的這個流程過程當中呢 我們會有非常多的數據 包括研發會有研發的數據 包括整個裝備原材料生產製造 會有生產製造的限制 包括品牌商 包括在分銷批發到消費者的手上 包括消費者喜不喜歡這些你的產品 都是怎麼樣的數據 那這些數據呢 我們會透過各種的管道 不管是APP啦 Piasc啦 POSE的交易資料 或者是我們在生產過程中的一些管銷的資料等等 我們會怎麼樣 從這個生產流上面呢 把它回傳到生產端 然後呢 我們就可以怎麼樣知道 前端的消費者到底喜歡什麼 是跟季節有關係嗎 還是跟地點有關係 還是跟你的產品類別有關係 我們是不是就可以有很多的動產 這樣子的話我們在生產的時候呢 就可以怎麼樣 有地方 也就是說不是隨便亂生產 而是怎麼樣 針對消費者所喜歡的產品去做生產 這種方式呢 就叫做 逆向牽引式的生產東西 好 好 那我們知道了這個概念之後呢 我們再來談 數據是怎麼去驅動整個智慧的服務 它有三個步驟 首先 我們要先針對數據進行採集 要收集數據 像剛剛有提到的各種的生產的流程 銷售的流程 銷售的流程裡面有各種的數據 再來呢 我們要針對這個數據呢 進行分析 接下來呢 才能夠產生出相關的智慧服務 那接下來我就會針對這三個步驟呢 跟大家來做一個分點的說明 好 首先第一個是數據採集的部分 我先用一個餐廳的一個情境來跟大家說明一下 那這個大家有看到現在是一個餐廳的適應 從那個還沒有到餐廳的一些定位開始 其實就有數據對不對 你會有電話定位啦 手機定位啦 網站定位 接下來呢 你到了現場之後呢 你可以分成現場客人啦 或者是定位客人 那服務生在服務的時候呢 有各種會收集到各種顧客的數據 喜歡吃啦 或者是喜歡吃各種的小菜等等 接下來呢 我們會到後台去做餐 包括後面的Kiosk的一些處置 或者是訂單的一些製作的時間啊 長短等等的 還有依照餐點呢 等等在做一個銷售啦 或者是做客戶服務 在這個地方的話 有可能在結帳的時候呢 也會有會員服務的環節在裡面 包括雷點啊等等 整個銷售的過程當中 每一個環節怎麼樣 都有各種的數據可以夠收集 所以呢 現在這個時代呢 就是在比 看誰能夠在你的銷售過程當中呢 收集到最多的數據 你就會站怎麼樣 第一個腳步 接下來是數據分析的部分 整個數據呢 我們最主要是要希望 我們的數據資產能夠實現量化 好 就是說 數據到底有什麼用 那數據呢 到底又可以給我們帶來多少的好處 對不對 可以賺多少錢 怎麼看得出來 我用一個絲衣組 來跟大家說明一下 首先呢 我們在整個場景 整個場景就是 我們知道銷售 零售業最主要就是 人、貨、廠 三個最主要的要素 那他們彼此之間呢 會交叉出各種的業務問題 然後我們也可以在這樣的交叉的 互相影響的過程當中呢 可以得到很多的數據 對不對 那有了數據之後呢 我們就會把它放到我們的 不管你是用資料庫啦 報表啦 或者是Excel表啊 等等各種各式各樣的工具 把它儲存下來 包括會員啦 產品啦 場所 社交 以及設備數據 有了這個數據之後呢 我們就會進行怎麼樣 數據分析 數據探索 然後模型部署 跟使用一些 數據科學相關的手段 幫我們整理這些數據 那有了這些數據之後呢 我們就會產生很多的數學模型 包括營業的預警模型 決策的投放模型 或者是關鍵的這個 科技模型 或客戶的預警模型 等等模型 來幫助我們怎麼樣 來幫助我們回退到 我們剛剛所產生資料的 人貨廠相關的營業場所 也就是說 我們從營業場所收集來的數據 經過加工處理 分析 成立模型之後呢 能夠幫助我們再 應用回去 我們的銷售場景 幫助我們進行決策 好 那有這個決策之後 有什麼好處呢 我們就可以透過 各種的量化指標去看 這樣的決策模型 給到我們的指示 比如說 有沒有提高我們的客單價 有沒有提高我們的代課率 或者是老客有沒有黏著率提高 等等 這樣子 好 也就是最終呢 我們要看看我們的數據資產 有沒有價值 要看你的各項的量化指標有沒有提高 好 接下來我們再來看 那有了這些模型 有了這些應用人的數據判斷之後 那我們怎麼把它應用在智能服務上面 好 一樣是有一個示意圖跟大家說明 好 第一個是剛剛我們上一張圖 我看到了這個數據資產的部分 那這個我就不細講 就是當這樣的流程之後 我們就會產出很多的數據 原始數據 還有數據的模型 好 那有了這個之後呢 我們來看要應用在什麼時候 好 這個圖呢 就是日常營運的可能的情況 第一種呢 就是常態的營運 包括呢 節慶啊 生日啊 新品啊 折扣這些 相關的時機點 那這種時機點叫什麼 留客 透過各種 節慶啊 生日啊 新品啊 折扣的方式去接觸你的顧客 跟你的顧客互動 那以前呢 你在跟顧客互動的時候 可能是用拆的 我覺得 母親節應該是 女生的商品會比較受歡迎 所以呢 就會推出 母親可能會喜歡的 但是這種推測呢 其實不一定怎樣的到底 你也不知道到底在哪裡 這個時候呢 如果我們把這個數據資產呢 所分析出來的 相關模型應用上去 有 這樣子就會有助於我們怎樣 留客 留的有道理 對不對 你會知道說 哦原來是因為 百分之多少的可信度 或百分之多少的信貸度 某兩個商品呢 是一起銷售 會怎樣 提高百分之二十的銷售率 這個就是怎麼樣 銷售預測 甚至於我們還可以做什麼樣 動態定價 那下一個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 另外一種叫擴展式 就是獲客的部分 獲客呢 就是說我們怎麼樣把 不是我們客人的 人群吸引到我們的 營業場所裡面來消費 以前呢 我們的做法 可能是老代新啊 用老顧客代新顧客 或者是廣發傳單啊 這樣子亂槍打鳥的方式 對不對 那如果有我們的這個 數據模型協助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更有效的鎖定 我們的顧客到底是 怎麼樣的人群 是什麼樣的年齡 什麼樣的性別 或者是居住在什麼樣的地區等等 所以呢 他也有助於我們 怎麼樣在獲客的時候 應用這些資料 第三種呢 就是獲客的部分 相信很多廠商如果呢 有經營一段時間之後呢 他通常會累積一些會員 對不對 但是這些會員到底怎麼樣 有沒有來消費 如果你累積了20萬會員 結果你的會員 有在消費的只有1萬人 或2萬人 是不是很可惜 那我們怎麼樣去怎麼樣 盤活這些客人 把這些客人呢 從沉睡中喚醒 這個呢就是第三個 也是最近呢 最夯的一個怎麼樣 應用的一個領域 也就是說 我們呢 花很多的廣告費 或者是呢 辦很多的活動 想辦法找很多的新客人 有的時候呢 不如你去把你現在 資料庫裡面有的那些 舊的客人怎麼樣 重新喚醒 他的成本怎麼樣 會比較低 但是你喚醒他 你需要知道他喜歡什麼 這時候我們的資料 就會怎麼樣 產生出效果 最簡單 最直觀的一個做法就是 欸 你去看一下這個客人 以前消費過什麼 這是第一步對不對 那我們還可以再推一層 那跟這個客人 相似的客人 什麼叫相似的客人 比如說都是女生 或者是相似的年齡層 比如說10到20歲 或者是怎麼樣 他居住在大安區 你是不是又可以交叉出 怎麼樣 另外一群人群 跟這客人很像 所以你第二層 還可以推出 如果這群客人 你也喜歡的商品 是不是我這個老客人 那也會喜歡 口罩 會影響我的視線 我就把眼鏡拿下 大會規定一定要帶上 好 就是說 就是說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是不是就可以怎麼樣 做第二層的推理 我就可以找出更多的商品 可以推薦給我 這個已經睡著的顧客 那各位想想 還有沒有第三層的推理的可能 其實AI沒有那麼的 那麼的懸誤 他其實是人類都可以理解的 推理過程 只是呢 把我剛剛講的這個推理過程怎麼樣 用數學模型把它模擬而已 OK 好 那我們還可以再推斷說 如果說這些客人 他們會喜歡這些商品 那麼這些商品 所喜歡的另外一群客人 是不是也可以怎麼樣 順便一起怎麼樣 做活動 把他們一起包括進來 這個大概就是 我舉了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就是說你怎麼樣 去怎麼樣 活化你的客 利用資料 活化你的客 所以呢 我們的這個數據資產呢 它用時間價值 在營業的這個整個模型裡面呢 大概有這三個時機 一個是留客 一個是貨客 一個是活客 好最終呢 我們的目的就是 希望我們整個 客人的生命週期 可以怎麼樣 被怎麼樣 激活起來 而且呢 希望這個客人 一直不斷的不斷的在我們這邊消費 我們不要說 這個消費人一次兩次以後 然後他就睡著了 然後這個客人 我們之前花的廣告費啊 這些全部都浪費 所以呢 其實我們AI的利用 有很大一部分 其實是在挖掘 我們公司裡面 現有的這些數據的價值 絕非是要讓整個產業界花很多的錢啊 去做很多不實用的一個動作 它其實是在幫助你挖掘你數據的這個效能跟效率 好 接下來我們再來談一下整個數據驅動呢 它整個服務發展的趨勢跟相關的技術 首先呢 它現在整個發展的趨勢 這大概我們台灣也會比較特殊 首先呢 第一個 我們會從點的部分來發展 我們會先看整個門市經營 提升整個顧客的經驗 怎麼樣的行銷活動會更好 什麼樣的定價會更好 什麼樣的產品更好賣 這些產品可以賣多少 這些大概就是第一個 點的部分 它所要看的困點 第二個呢 就是線的部分 就是整個生產線的部分 整個供需鏈 包括從生產製造人資等等 所以供應鏈管理呢 就是希望可以幫助我們的廠商 進行怎麼樣 營運卓越的一個提升的部分 好 再來呢 可能因為今天是這個加盟展對不對 那AI的智慧服務呢 也可以協助我們怎麼樣 做好整個加盟管理的部分 就是整個面的部分 包括供應啊 包括我們的什麼輔導經營的部分 好 那這樣子呢 就可以進行我們的商樓再造 最重要的一個就是 整個商圈的擴展 就怎麼做到一個商圈 怎麼樣 整體提升一頁 這大概我們 最近政府也一直在推 所謂的商圈經濟 所以呢這個商圈經濟呢 也是可以怎麼樣 從點線面體一路推升上去 包括新的通路 新的市場 那整體的這個發展的過程 都是由資料來驅動 我們怎麼樣透過資料的累積 來協助我們先經營好一家店 然後呢把整個供應鏈怎麼樣 經營好 提升效能效率 接下來呢 再把整個 將我們管理體系的面的經營 把它提升 接下來呢 再把整個怎麼樣 商圈的這個經濟擔控 這個大概就是整體的這個 發展的趨勢跟未來的方向 那我們會用到哪一些的技術面呢 首先我們會用到第一個就是 數據追蹤的一些技術 包括我們會追蹤整個使用者的行為數據 掌握整個消費者的輪廓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其實大家都消費者 我也是消費者對不對 我們在消費的時候 可能我會在APP上面買 我也會在網頁上面買 我也會在門店上面買 我會在各種的地方消費 那常常商家他不太能夠知道說 一個消費者怎麼樣 消費旅程是怎麼串接起來 也就是說 他對消費者的認知是怎樣 是片面的 我知道你在這邊買了個牛仔褲 然後呢 我又去別的地方買了一份早餐 那這個早餐跟牛仔褲之間有沒有關係 不知道 因為怎麼樣 你不知道這兩個是同一個人買的 你很難去判斷因果關係 所以呢 現在有很多的技術都是在怎樣 想辦法把怎麼樣 一個人的消費旅程串起來 讓你可以怎麼樣 知道整個消費者的旅程 這樣你就可以更容易去判斷說 他這個行為是 這個突然間想到呢 還是說他有哪些的因果關係 好 那第二個呢 就是我們會有一些 資料索引跟 開放資料商情人流 或者是企業資料的一份整併 整併之後呢 就可以做很多的追蹤跟處理 接下來第二個呢 就是人工智慧的技術 我們會運用一些AI技術 結合對話式的互動設計 實現呢 我們行銷的自動化 同時又可以提供 嶄新的行銷創立玩法 讓整個客戶呢 帶來更棒的體驗 這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我們會 以前我們在操作 舉一個例子 就是比如說我們以前 自助點餐 Tiasco 可能大家都有用過 對不對 去摩斯啦 麥當勞啦 或者麥未登 他們都有這個 Tiasco可以自助點餐 對不對 那現在呢 有AI之後 你可以用 對話點餐 對話點餐 打個廣告 我們 像是阿金管今年的 Computest 六月份 會展出這個 這個 產品 就是你可以用講的 點餐 這樣你就不用在那邊 點的老半天 就可以問他說 我今天想吃漢堡 你可以推薦我漢堡嗎 這時候他就會自己 跑出來說 以下有幾個漢堡 可以省多少 或者是適合您的年齡 或者是適合您的性別 等等 這樣子是不是各位很方便 對不對 或者你帶小朋友去 你可以跟他講說 我小朋友想要吃早餐 請你推薦 他可能就推薦給你 這樣的點餐方式怎麼樣 更人性化 就好像你在跟人點餐一樣 我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就是這次成功智慧呢 去Smooth你的整個購物的過程 提升你購物的一個體驗 那會用到的技術大概 比如說影像辨識 人質處理 機器學習 自然能分析 智慧客服行為建模 等等的這些技術 再來呢 我覺得一個很重要的技術呢 大概就是客戶的服務平台 那這個客戶的服務平台呢 就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單純的CRM 叫的概念而已 它是把整個從後面的行銷的部分呢 一直到前面的怎麼樣 客戶服務 整體的結合這樣子的 我們的客戶服務平台 這樣做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說我們剛剛不是前面 把整個數據追蹤的數據串起來了嗎 那如果有這個客戶服務平台呢 我們就可以怎麼樣 讓我們的企業呢 坐在總部就可以去掌握 屬於他客戶的怎麼樣 完整的輪廓 以及他可能的行為模式 什麼意思 我就可以知道說 比如說舉麥威登海 他就可以知道說 我的客人呢 可能都是二三十歲的女性 他大概呢 消費的時間段呢 都是在每天早上的 這個八點到十點 而且呢這個消費段呢 他們的客單價大概是多少 以及呢 他的季節可能是春季跟夏季比較多 冬季比較少 這樣子的話 他的整個企業的怎麼樣 決策 都可以引領這樣的一個 我們的這個客戶服務平台 所提供反饋的資訊怎麼樣 做訓解的調整 包括他就可以回饋給前面的一些加盟店 他就可以告訴大安區的這家 這家門店說 你應該在春季的時候推某某某某餐 在夏季的時候呢 推某某某某餐 而且呢你在行銷的時候 要針對二三十歲的女性朋友怎麼樣 加大行銷力度 這樣子 我們的怎麼樣 不管是加盟總部 或者是我們的加盟的分店 他是不是都可以受益於這個怎麼樣 特務平台 這我大概簡單的 取個例子 這其中的一個應用 好 那他整個服務的技術架構呢 舉幾個單點的例子 首先呢他就是會牽涉到人工智慧跟數據技術 包括互動的運算 語音的處理 語音的理解 記憶學習 深度學習等等 包括整個多元液構的數據資料 他會用到不爬蟲啊 日資分析 軌跡追蹤開放數據等等 然後呢他會用到一些資料配置的處理技術 包括收集分類清洗啊 校正分析等等 還有CDP的這個顧客資料的處理規定 還有就是個性化的語音互動的機器人 這大概是未來這個趨勢 其實未來的趨勢 有一個很大的 我個人很推薦大家特別關注 這是語音機器人的部分 因為未來一定是這個機器人的天下 這個APP呢 將來可能就沒有 為什麼 因為大家呢 裝了太多APP了對不對 各位的手機裡面有多少APP 應該有三四十個五六十個 算是有上百個對不對 可是你真正會用的有幾個 一兩個兩三個對吧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呢 有沒有那種你最常用的 各位每天都會用的是什麼 APP 各位美女 你每天都用什麼APP Line對不對 非常好謝謝你啊 他不是我 我不認識他 但是你是 你回答的答案是我要的 就是通訊的APP對不對 所以呢 如果我們有機器人 在通訊的APP裡面怎麼樣 服務顧客是不是很棒 所以呢你以後點餐 要不要裝這個APP 也不用對不對 打開一個 這個Line 加入某某觀光網站 比如加入賣熱燈的觀光網站 然後呢 就在上面給他 講話說 欸我今天要訂個 我今天8點 要拿一個漢堡餐什麼什麼的 講完這個機器人 就怎麼樣幫你訂餐 訂完之後呢 優惠券什麼都直接送到Line裡面 像是任號 直接存到KIP的裡面 像這種應用情景 將來一定會怎麼樣 越來越多 這也是一個很棒的一個 趨勢大家給關注 好